大家好,这是从来不西乎村民的小包 这次这个存档我可能会玩很久很久 所以大家可以点点关注 一起见证一下这个存档后续的发展吧 为了可以玩得久一点 我还特地没有开极限模式 我怕像之前一样突然暴毙了 这次如果不小心挂了 可能就是损失一下掉落物什么的 就不会像之前那样子非常突然的就完结了 哇,那边有一片地方着火了 应该是有一个岩浆池 这一块地形还挺好的 挺适合我们建家的 旁边还有甘蔗,不错 上来就有纸可以做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岩浆池 等着去地狱的话可以直接从这边过 森林火灾 木头都被烧烂了 只剩一个树桩了 哇,这边还有好规整的南瓜田 这感觉像是别人专门放的一样 那我们先去找一个村庄吧 村庄是万物的起源 对了,先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地图的种子 在左下角了 然后版本是1.19.4 我们玩的是最新版 哇,这片地方真的挺好的 好大的平原 哦,村庄,找到村庄了 平原村庄 我喜欢 肚子饿了 有没有吃的 哦,好多面包和土豆 哦,这还吻书 还有炼药台 免费的炼药台可以拿 这个村庄规模还不是很大 哇,这边还有猫 我去打点鱼 把这只猫给驯服了 哇,开局就可以有猫养啊 太爽了 旁边有好多的沙子 可以让我们做玻璃什么的 吃我衣服 再来一下 这个存档我们就没有杀生的限制了啊 想打就打 不给自己找麻烦了 七条鱼了 感觉应该够了 哇,鲜罗猫 我超喜欢鲜罗猫的 我自己养的第一只猫就是鲜罗 哦,来了来了 哇,一条鱼就驯服了 哇,这边还有只黄的 也给它驯了吧 这不是,这不是小蓝吗 哎,怎么好了 哇,我要强行给它驯服了 nice 快回家,快回家 哎,这村民抢我床是吧 走开 哎,我的猫猫还陪我睡觉了 两只猫可不可以上一个床啊 好,我们再去打一只鱿鱼吧 我看到刚刚这边刷了鱿鱼的 在这里 鱿鱼通常在这种比较深的地方啊 sony 然后把墨囊和书结合一下 这个书咱们就可以写字了 首先地图种子啊 记在这里 然后记一下村庄的坐标 OK 再来挖一点石头吧 现在还是木头工具啊 太惨了 先拿三个石头 我们做一个石稿子 怎么一进房间 我的猫就开始睡觉啊 现在还没天黑呢 整天睡觉的吗 听着猫的呼噜声工作 真的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 对了,我还没给它们取名呢 那我们继承一下之前的名字吧 这只叫小蓝 然后这只叫小呆 OK,有用的东西我们都拿下来了 帮它们把门带上吧 这样子安全一点 我们把村庄的花和床都拆了吧 还有这个闹铃 咦,怎么还有这小村民啊 把村民骗过来一下吧 我们只剩三个村民就可以了 哎呀,怎么这么多村民啊 天呐 太多了,太多了 我不需要这么多的 好的 全员集合 先把它们放在这边吧 一会就可以用上了 现在来建一个简单的刷铁机 材料的话还缺一点 我们还需要一点铁 找这个铁盔蕾药一下吧 正好这边村庄里 还有一个孤单的铁盔蕾药 它不会把我秒掉吧 小心一点 OK 然后石头也不是很多 上那边挖一点吧 我们需要烧一个木炭出来 然后再把身上的 然后再把身上的肉烧一下 哎 这个猫骑在我们的箱子上面 我们箱子不能打开的吗 这么科学的吗 我傻了 材料准备好了 我们做一个刷铁机吧 非常简单 哎,我村民呢 哎,村民全跑了 哇,我好不容易等到天黑 哇,怎么一下子还来这么多啊 不用这么多啊 放不下呀 完了,完了,来僵尸了 上楼都上楼都上楼 完了,刷铁傀儡了 哎呀,一团糟 还得先把这个铁傀儡干掉 僵尸来来来 帮我一起打他,僵尸 哎 我 这个僵尸有点笨哪 怎么办啊 我受不了了 哎,他怎么这么呆呀 哇,天快着火了 你快,你再不去,你死了 你快上去吧 哇,要天亮,要天亮了 完了,天亮了 完了 完了 哇 啊 我 为什么会有这么笨的僵尸啊 我们把这个地底下给改一下吧 这地底下怎么是个水池子呀 哎,我真是挑了个好位置 我服了 我们现在还没天黑 先把这个表面的工作做好吧 先挖一个收集铁傀儡的坑 哎,终于完事了 终于把它关上去了 然后底下收集的装置也有了 现在就是把这个铁傀儡给冲下去啊 好,弄好了 这样子铁傀儡就可以不停地往下刷了 怎么还有只村民变成僵尸村民了呀 这应该是自然刷出来的吧 我们做两个箱子来收集一下铁钉 好的 在游戏的第六天 我们实现了铁的自由 啊 为什么打我啊 我 我是不是刚刚打招呼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他了呀 那我们虽然铁有了的话 就可以做很多的工具了 做一套铁装备先 保护一下自己 一下子就全副武装了 那我们可以弄很多的东西了 首先的话 先给村民们弄一个小房子吧 我们的地底下还关了一些 无家可归的村民啊 给他们专门建一个房子吧 我打算在这边草原 搞一个小镇子出来啊 第一个是村民的房子 现在有铁装备了 先挖点石头吧 第一个房子就是石头的房子啊 村民就不用住这么好的了 OK 挖来了一个稿子 拿到了 拿到了四组石头啊 差不多够用了 那咱们现在铁多了之后 就可以做这个 非常消耗铁的玩意儿了 铁栅栏啊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 这个是监狱风格 但这个不是啊 村庄的那个铁匠铺 不就是这样子的吗 我主要是为了还原 那个铁匠铺 我才把它做成这样的 自己的房子都还没建呢 就已经给村民准备房子了 什么叫村庄英雄啊 好 村民们临时居住的地方 给他弄好了 这个的话不是他们的房子啊 他们到时候要住的地方 我要重新弄的 是一片交易的中心 这里就是用来繁殖的地方 所以就遭到补通一点 好 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村民 给叫进去了啊 这里关这个村民哈 把它放出来 敲一下钟 敲一下钟之后 他就自己会回家了 这里还有一个 好 全部关进去了 OKOK 非常的安全啊 这个里面 也没有僵尸的烦恼 然后我们连接这个村庄的这一边 要搞一个村民的繁殖中心 因为咱们现在有刷写机了 所以获得钻石工具什么的 也会特别方便了 然后我需要在这边建一个墓园啊 这种不是很吉利的东西 就放在村庄旁边吧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死亡啊 我们第一次死亡 好像是被僵尸抬走 第五天的时候 现在才立一个杯 然后到时候这边一排一排 要给它弄满啊 这个底下搞个篝火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条命了 然后在我们的墓地旁边 我们再挖一条纪念碑出来 放在这块吧 这里暂时没想好怎么摆 我们先简单的放一个告示牌吧 这里是第六天 我们刷铁机建成的日子 好我稍微清空了一下这边的泥土啊 接下来我们建房子的地方 就是在这一块了 把东西全都直接放在这个旁边 哎小黑又来了 别走啊 Mindex啊 关上了 这只小黑我们给他留一下吧 就别把他杀了 放在船上的生物 好像都不会耍心的哈 让他待在这里留作纪念 那我们今天这一期视频 就先到这里吧 连个自己的房子也没有 太惨了 那么我是小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